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做分享 我今天分享的标题是叫 让有信仰的人去传递信仰 一个自干五的自白 用自干五这个词是不是不太好 我觉得说用这个词就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词就是BBC前不久送给我们的 BBC前不久专门用了一篇报道来提 我们这种在网上自发地去维护中国立场 讲述中国故事的这群人 他们把它叫自干五 我觉得自干五很好呀 自带干粮的五毛党才是真正的信仰 过去三年多来世界局势的发展 给我们14亿中国人上了一趟又一趟 生动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国情的教育课 我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吧 从过去对美国梦的一个信仰 其实慢慢地看清美国的这种虚伪 这种双标 然后来真正地理解 基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国情 来理解我们中国梦的真实的含义和伟大的含义 当然也希望未来的话 其实光有一个自干五 一群自干五不够 也希望体制内的所有的朋友们 还有体制外的朋友们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因为我们都是一群信仰者 我们是真正地信仰中国的政治制度 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我们真正地信仰中华民族的伟大福音 我们真正地信仰我们14亿人 应该能够获得更光明的未来 应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